操偶師手裡拿著 操作關節的棒子 從棒子延伸到前方的布偶 只要手一擺動 前方布偶的手部 也會跟著擺動 腳上也穿戴特殊的控制裝置 帶動前方布偶腳部的運作 實際操作 其實需要相當熟練的技巧 而這樣的大型手操偶具 在台灣十分的少見 我覺得它比較困難的地方是 因為它的腳長度都不長 手也很不長 所以你會變成說 我們動作會變得很限制它 然後我可能要做到五倍 它才會做一倍的動作 然後還有它的面向 因為如果太側就會看到太多 就要讓觀眾是 還有一點我覺得是超偶的 我覺得一個對我而言很重要的是 我希望觀眾看到偶 會比看到偶多一點點 因為雖然這次的 我們的人是沒有什麼穿黑色衣服的 但是我希望多點關注在偶的身上 我們這樣子的狀態是 要先去思考 你想要讓偶做什麼動作 再去思考後面的超偶師 做出來的動作 怎麼樣可以符合 符合那個偶 現在要做出來的這個動作 所以他們常常在思考的是 我要踢腳 但是我是真的踢腳 它就可以踢腳嗎 或者是我要坐下是 我是真的我坐下 偶就坐下嗎 還是我要先做什麼動作 偶才可以有坐下的感覺 那練習的時候通常都是他們先對著鏡子 然後先去做一番的動作性的連續判斷之後 再做出這個動作 那不對我們就再修改 不對我們就再修改 長期從事兒童劇製作的 安徒生和莫扎特的創意劇場 首次嘗試大型手操偶劇 在大約135公分高度的手操偶內部 增加控制機關 讓操偶師能夠跟戲偶緊密合作 創造出與眾不同的表演體驗 這個戲是希望父母親跟孩子之間 可以有更多的相處 或是說即便沒有那麼多相處時間 但至少實際去了解 去了解彼此的一些問題 那在這過程當中 不是過於保護兒子 是在她的身旁支持著她 這次的劇本是由製作人林一鈞 和小學一年級兒子的成長故事 發展出來的 希望透過核心思想 讓大人小孩深刻了解到 陪伴的重要性 是一個適合合家觀賞互動的音樂劇 從4月29號起巡迴演出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前往觀賞 台部大台北數位新聞 喬德華 採訪報導